从节目《我爱黑社会》发击的大牙周仪佩 稍早在脸书发出长文 揭露自己过去曾被性骚 2012年他和工作团队搭机前往香港录制节目时 在饭店被当时的老板陈先生性骚扰 对方还在自己准备洗澡 身上只穿着浴袍时强硬闯进房间 不顾大牙多次反对 而且大牙还在文中表示 自己过去曾被这位老板冷冻过 担心他让自己没有工作 只能想办法全身而退 堆起笑脸不断拒绝对方 而当时大牙的老板就是黑人陈建州 引发外界猜测 大牙文中的陈先生就是陈建州 随后陈建州也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表示当时录制节目的行程 全程都是团体行动 并没有文中所称私人独处的事实 反驳大牙贴文内容都是全然不实 将违请律师追究法律责任